KKBOX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滿仁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時時順利 紅雲當頭 美倫美滿 青春常住 讚多點 睡多點 吃多點 我是陳滿仁 今次的唱片叫《矛盾》 《矛盾》是一個Acoostics的轉輯 這支唱片是木結他和人聲為主的 其實挺有意義的 因為我剛剛開始做流行音樂的時候 我在一間Pub裡 就是一支木結他和一支Microphone 自彈自唱 現在簽了新公司 簽了新經理人Paco 算是一個新的開始 回到最原始的陳滿仁 我覺得是挺有意義的 加上我已經想做這支Acoostics的專輯 都一段時間的 現在很開心可以演戲 這支唱片呢 是十支情歌 跟我上一支瑞士陳滿仁 是剛好相反的 之前那支是說一個音樂人十年的經歷 就是寫自己 但是矛盾這支唱片呢 是說的 就是寫給大家的歌 其他人的歌曲 有些是身邊的人 有些是我聽回來的故事 有些是網上找回來的 那支唱片呢 那支唱片呢 因為是Acoostics 和情歌呢 錄得很細膩 那些 那些 製作的時間呢 總共呢 大概兩個月到 你說 沒算是最快 但是 因為時間 因為金錢不夠 所以我都盡量快 去搞定它 因為 搞定剛好 沒有了Studio 那 沒有Studio的情況之下 就是唯有租 那竟然要租的話 那不如租一些最厲害的東西 租一些緣音的器材 大控制台 和磁帶 有 有 打機的錄音室 去做 錄音 和雲音 那 那 大部分的歌 我就盡量按住自己 不要做監製 沒有去設計 設定任何東西 職業病 但是 因為這支碟呢 真的需要 誠實 那 為了誠實 就沒有想那麼多 寫出來的歌曲 是什麼風格 就跟著它寫 所以有些歌 是 有些歌 是同步曲詞的 那 這支碟 因為 好些 很多東西都 唱得很輕 彈得很輕 所以 為了錄得最好 最感動的 就是 用了最靚的麥克風 最靚的廣播機 Compressor Equalizer 還有控制台 我最喜歡的SSL 但有七隻歌 是用一部 我沒有用過的 Neef VR console 那這些都是古董機來的 就是很老的了 現在老化鹹 那用的時候都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 效果是值得的 因為 現在用它 之後呢 它變成古董 真的用不到的時候呢 就已經做不到這些東西的了 或者要很貴很貴去別的國家 他們有得維修的地方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 謀盾呢 就不知不覺 變成了一隻 天點 一隻高級過發燒級的唱片 因為它是全原音的高質素唱片來的 那這隻碟有很多人幫忙 首先 王凱 他就是 亞洲應戰最佳戰 韓戰的王凱 他問我 他很喜歡《矛盾》那隻歌 那我 給他做MV 那我說拍了 然後他說給我剪 那我就多謝他 幫我設計唱片的陳友堅先生 Alan Chan 他就是 香港設計界的教父來的 不知道他是誰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一下以前哥哥 妹姐 喜多郎 Loggy的唱片 風套都是他弄的 但是現在呢 他就收得很貴的 所以我跟公司說 陳友堅想幫我弄唱片的時候 他們都嚇了一跳 所以 同時間我也很感激陳友堅 因為他真的以一個有情的心分 幫我弄了這隻唱片 而是他自願幫我弄的 如果不是他問我 我也不敢開口 跟他真的很有緣分 因為我們都是1月27號生日的 那他還補充是摩扎特的生日 那 多謝他 也多謝摩扎特 這隻唱片呢 的意思呢 其實陳友堅是解釋得最清楚的 我記得被他設計之前 被他聽了這隻碟 那他就說 好寫實 好一針見血 他還會有一點痛 還會有一點痛 還會有一點痛 那他就這樣說 矛盾起得很好 因為為什麼 矛盾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矛盾 當人和人之間有瓜葛的時候 就必然有矛盾發生 沒有矛盾的時候就不會有情 因為情呢 簡單來說就是 有愛 又恨 又緊張 又興奮 所以這隻碟矛盾 是說人生的 那裡面的歌呢 希望你們聽眾聽到的時候呢 都會用好一點的hifi聽 或者好一點的耳機聽 那就會聽到裡面所有的細節 也都希望你們可以找到一隻屬於自己的歌 當你最孤單的時候 會覺得沒那麼孤獨 當你最心痛的時候 會覺得 呃 呃 沒有那麼辛苦 你可以 成全自己